大家好 欢迎回到新一集的视频情报室 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神楼高度设计之前的Lux Junior之后 今次又推出了一款新的闪灯 名字叫IM30 看样子就是传统型的设计 方方 细细 以轻客为主 整支灯就是一个面料的闪光灯 所以这支灯只有单点和没有TTL的模式 但其实神楼本身现在都开始要走向一样东西 因为在闪光灯的市场大家都知道萎缩了很多 甚至神楼的专业闪光灯 我想都受了一些影响 你见最近Canon都说 因为生产闪光灯的部件有些困难 变成它自己旗舰新的闪光灯 都是做得很慢或者出货得很慢 而现在普遍来说 因为机身的感光度好了很多 其实很多人拍照是忽略了闪光灯的 反而现在神楼就希望在它自己的范畴里面 做一些更加多元化的产品 令到原本没用开闪光灯的人 尝试用会可能试用花闪光灯 从轻巧便宜一点 当然今次IM30是未有价钱公布的 但应该按照往迹来说 价钱都不会贵的 首先看看IM30有什么好的地方 它有七个menu的模式 全部都是用一个转盘式的设计 由full power 到over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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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慢慢给你设计 其实如果你用开menu 配合不同的手法相机 你会发觉你可能试一张试两张是OK的 基本上你是很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合的输出方法 还有我觉得艾伦觉得 如果用menu的方式去处理 就有时候会比TTL好 就是TTL可能如果你的人像背光补光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对的曝光 但Vitrix还是黑的 但menu可能有机会是overwide 变成一至两级的overlock 令人像的补光是均匀一点 还有更干一点的感觉 这个是我经常会觉得挺好的东西 你看到整个摄影灯上面有一个假的蒙皮设计 但令整个灯配合不同的相机 例如F-C、F-C、不同品牌Sony 就会比较classic一点 也有一个optical模式 分为S1、S2 但它又不是正式的slave 它在S1的模式里面 感到光的时候 它就会同步一起去闪 所以如果你是做飞灯或者分灯 或者打一些眼神光 或者打一些特殊的光影 因为这支针小 其实基本上都挺好的 但我觉得如果腎流可以 再做一些磁石架 或者可以扶攀在某些surface 某些长的位置的小配件 就可能会更加perfect 而S2 我想后点同步模式 希望有错大家都指正 就是它会ablawd pre-flash 就是第一下闪光灯 到正式第二下闪光灯 它才会跟着同步来闪光 其实实际操作的分别不是很大的 那么你看到新的IM30 是用两粒3A的电 那其实这个电应该都 相信来说 我想100%左右 除非你是用很低的输出 即是是方便的 但是可能电量不是很足够的 那还有整支灯呢 也都有一个2.5米的sing port 那你可以插线去做一个同步 那但是我想本身 它有slave mode 那其实你插线的机会 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不知道了 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sing port 越来越难做的 真的 那但是神流就 即是今次都希望 即是用它自己的努力 那做一些创新 那其实以国内品牌来说 其实算是不简单 那还有你见 即是这些制的layout 都是见它有想过的 方形大的闪灯书出面 即是那个抗散片的光线 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 也都很容易看到 这支灯有没有充不充够电 有充电提示 有一个大的开关键 对于那些完全没有操作 闪光灯经验的人来说 可能这支灯也是挺好的 唯一我就是觉得 有点值得一谈的地方 就是神流的logo 在闪光灯来说 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大一点 那其实当然它自己的品牌 它当然是希望可以 调大自己的名字 那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你见iM30 那个型号的logo 它是用了一个比较 低调一点的磨砂设计 那我觉得神流呢 接下来都希望在它的外观 尤其是牌子的设计里面 注意logo的大小 还有呢 如果可以的话 做一个低调的磨砂 那可能高级感会更加好 好过现在 用一个私印的方式印上去 那我觉得都是这个意见 都希望神流那边 是可以直接聆听 和反映到的 那今集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好了那如果未subscribe 摄影情报室 麻烦大家subscribe 摄影情报室 还有如果喜欢这段video 可以like这段video 星期日快乐 拜拜